掃描器顯示楊巨勢保安憤怒打人 美國以反恐之命在全國19個機場引入全新掃描器幾乎甚麼都看完,沒有了私隱 44歲馬密機場保安Rolando成為了受害者 他去年受訓用全新掃描器走進去之後 同事Hugo和其他人笑的楊巨勢 弄得Rolando生氣,但Hugo不閉嘴,還每天都笑他小 被人笑了差不多半年,Rolando忍不住找Hugo說話,但Hugo不理他 Rolando就拿警棍不斷撥Hugo,把他貴地道歉,否則殺死他 Hugo被迫就範 Rolando先讓他走 警方翌日拉了Rolando告他嘔打,想他以近6萬港元保釋,暫時被停職 ! 我不會討論好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